好,我們看一下第四題 它要我們用Sigma的形式呢 把這些規律性的極數呢 把它的規律找出來 我們先看第一個小題 當然要你要找出來 你當然先觀察這個極數到底是什麼樣子 它的規律性是如何 1乘2,2乘3,3乘4,4乘5,5乘6,6乘7 你發現它的分母啊 是兩個間隔為1的數字相乘 既然兩個間隔為1的數字 那就是一個k,一個叫k加1嘛 然後呢,Sigma從哪裡開始? 從1開始啊 1代入1乘2 2代入2乘3 到多少呢 到6乘7,所以k等於1到6 好,這個是第一個小題 再來第二個小題 我們觀察一下它 數字都沒變 變得只有正負號 一負一正,一負一正 這是一個正負交替的極數 而數字都是3的話呢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呢 其實呢,它是3 去乘以什麼? 去乘以負1 當這邊是k次方 k等於1的時候是負3 有沒有 k等於2的時候呢 負1的平方變正的 它是正的 正3 所以當你看到如果是正負交替的話 你一定要靠這一項去控制 因為我們知道這一項呢 如果k次方是負的 如果偶次方又變正 所以它就會形成一種 讓我的極數變成一種正負交替 好,正負交替 所以我們現在7個碼從k等於多少開始? k等於1開始就可以了 好,k等於1開始就可以了 到哪邊呢?很抱歉 點點點點,點到不知道哪裡去 那就是無窮大 所以這是我的正負交替極數 第二小題 請,請,請,請 請,請,請 感谢观看